歡迎你收看1月4號的財經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景隆 首先我們來關注股市行情 投資者樂觀經濟復蘇 可以克服Omicron帶來的新一波疫情挑戰 帶動美股三大指數其上升 但是週二亞洲股市卻呈現了漲跌互建的格局 馬股在籃籌股賣壓未減之下 全天下跌7.15點到1541.90點 吞下了開年二連敗 匯率部分 美國公債回酬大漲帶動美元需求 讓週二馬幣承壓 馬幣兌換美元降到4.1860令吉 兌換新元則上升到3.0885令吉 接著我們有期待被改外單元 很多人窮及一生都想要擁有自己的房子 那么在大马买房 到底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呢 国际权威资讯库南比尔 公布了2021年房产价格指数 当中落列了111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收入比 而当收入所得 和市场房价差异不大的时候 这个数字将会越低 也意味着民众更有买房的能力 而大马的房价收入比是9.92 在全球排名第75 在东盟7的国家当中是最低 远低于排名第一的柬埔寨 也低于菲律宾 泰国 印尼 越南 以及邻国新加坡 另外呢 在大马制产的负担指数是1.34 也高于其他的6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房价收入比最低的国家列表当中 几乎都是经济程度发展非常良好的国家 房价收入比也只是有2到6不等 新年一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两大国产车去年的成绩单 第二国产车 Pro212月的表现不俗 一共售出22,940辆车子 较11月上涨11.5% 不过如果一整年来看的话 该公司全年销量还是较前年减少了29.8% 降到了19万0291辆 这是受到了疫情半导体晶片供应中断 以及最近的水灾事件影响 虽然19万这个数字低于20万的目标销量 但是呢 手机执行员在那阿比丁指出 该公司针对疫情影响的对策 已经证明成功 另外呢 Maiwi也是以47,525辆的销量 继续领跑整个大马市场 至于宝腾Proton在2021年总销量再创新高 12月一共卖出14,147辆的新车 国内外全年总销量更是达到了11,4708辆 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宝腾在12月的市占率估计为20.6% 全年的市占率是22.7% 意味着比2020年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保持第二位置 我们来换个焦点 虽然大马多个州属在2021年12月 遭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影响了12月尾和2022年初的经济复苏势头 但是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依然是预计 今年的GDP整体增长 可以达到5.2% 高于2021年预计的3.4% 中心的执行董事李星宇指出 我国经济经过连续两年的疫情 目前正在逐步走出2021年第三季的低谷阴影 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重启的支持之下 在2022年迈入复苏年 不过他也点出了 大马2022年有5个值得关注的风险 包括了官兵疫情打击复苏 美国联储局政策逆风 中国经济放缓 物价压力 以及国内纾困措施趋劲 政策变化逆风的风险 最后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